欢迎来到我的投资频道 今天我就是想起一个好玩的事情 我想起来那个金钱的投资 我自己把它归成了两类 一类是赚钱 一类是赚热值的 其实就是说 你就把投资当成一个好玩的游戏 你或者是赚到了钱 或者是赚到了热值 那其实呢 你赚钱 尤其是赚大钱的那种投资 一般来讲 我感觉就是属于比较无聊 比较boring的那种 而且长期投资嘛 一般你就是 在你买路的时候 你做好你的工作 做好你的research 然后你买路 基本上就放到不动了 然后这一种投资的话 一般你就是风险比较低嘛 然后你放的资金也会比较多 它收益比较稳定 能赚大钱 然后属于这个赚钱的投资类别的 在我看来 就是房地产 它是一类比较boring的投资类型 也是就是 基本上有的人可能买了永远都不买 就这么一直放着 然后有的就是即使会买卖的 也是交易频率非常低的 还有就是债券的那种也是 就是你把钱买进去 然后就收租金 其实也没有特别 特别复杂的东西 或者是你的股票的长期投资 长期投资账户 你要不就是选好股票 或者是买大盘 然后dollar average的去买 其实这些都是不需要你有什么特别的skill set 就是入门比较不容易 其实入门比较不容易 但是呢你一旦入了门以后 就是这个赚钱的过程 其实是比较无聊的 所以因为这个原因 可能有的人会觉得不够刺激 但是其实这种投资类别的话 它其实是很容易赚钱的 然后还有一种投资类型 就在我看来就是赚的是热子 它其实不一定能赚到钱 但是呢这一类 为什么玩的人比较多呢 因为就是比较好玩嘛 就是人他如果平时比较无聊的时候 他会想去找一些比较激情 比较还会放的东西去玩 那就比如说那个短线 股票的短线交易账户 尤其是那种期权啊 期货啊 或者是那种短炒的 day trade的 这种其实在我看来 都是属于赚热子 只有极少数的人赚到大钱吧 大部分人其实你折腾半天 你不信你去做个实验啊 你要不就是跟房地产 或者跟债券 或者是跟那个股票的长线投资账户 就是这几个去比 你看一下你那几个账户 时间一久跑下来 哪一个他的投资回报更好 那就是这个赚热子的投资类型呢 就是比较激情 它很练脑练手 但是它比较费眼睛费脖子 然后你每天去盯盘 大部分人其实怎么说呢 瞎折腾 就是有点瞎折腾 也不能说他瞎折腾吧 就是其实他还是赚到了乐子嘛 没有赚到钱也赚到了乐子 这种收益可能不大稳定 一般因为你平凡 交易的越平凡的话 其实不容易赚到大钱 而且投进去的时间跟精力也比较多 所以就是我感觉投资其实是成年人在打游戏 或者你可以形容为猎人打猎吧 那你是要做这种赚钱的投资类别 还是你想去赚个乐子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 就是你如果觉得比较无聊 只是赚钱到了后面变成一种数字游戏 比较无聊的时候 你也可以就是把你的账户分开来 就是分成长线的赚钱的投资账户 买完就不动的那种 或者你是dollar average的去买那种 那种账户就不需要你经常去看的 那你赚乐子的账户 你可以专门拿一个小账户 就是资金不大的 然后放在那里 你就专门去have fun 你只是have fun 可能你就说 一开始你就比较relax的去玩 你也不指望这个账户能赚了多少钱 但是你也不能放太多钱进去 免得被你玩没了 就是你那个频繁交易的话 是很容易完没有掉 然后像你玩这种比较刺激的期权 什么之类的 它也是很容易就是说亏钱或者归零的 所以就是说 现在的股市吧 就是暴涨暴跌都很明显 它其实不是属于牛市 也不是熊市 就是有点像上串下跳的猴市吧 然后这个股市里面呢 空头跟多头 它都有对应的 就是打压它的东西 美联储就是专门砸空头的 就是它可以作为金融市场里的裁判 随时一榔头就把那个空头给砸下去了 那多头的话 什么人会砸多头 就是那些不确定性事件 比如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 比如美国大选带来的不确定性 这种就是专门去砸那些多头的 所以它其实是 多头跟空头的一个博弈的过程 那你如果政府特别大的话 就是每天暴涨暴跌 其实从三月份到现在的市场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有的人是在赚乐子的同时也赚得了钱 那有的人的话 他可能既没赚到乐子也没赚到钱 就是其实可能他老是被那个市场来回被套 来回割肉 肯定有这种人的 就是那个股市里什么人都有 反正就是因为它有是个不确定性的混沌体嘛 所以反正有很多人觉得是个非常challenge 也很enjoy做这件事情 其实最后有没有赚到钱 可能都不重要了 因为他们赚到的是热子 打发了时间 我觉得其实也还挺好的 就是也不是有什么坏处 如果你既没有赚到钱 然后越炒越郁闷 那我就觉得没有必要去炒股了 然后这种金钱游戏可能也不是太适合你吧 那我尽量把这个视频弄的短一点啊 那如果你觉得我讲的比较有道理的话 请你记得给我点个赞 那我说那个炒股就是打游戏 是因为经常有人就是说 我其实有不少股友吧 然后有的时候炒股的时候 你会希望去有一些人跟你交流 那前两天就是有一个人加我微信 他其实是个陌生人 他看到了我的视频和我的文章以后呢 他来找我 他说想跟我交流 他今年的收益大概是80% 其实他没有做什么高风险的收益 没有玩期权也没有玩期货 他只是做一些正股的交易 然后我说你做的不错呀 你是不是买了Tesla的call 他说没有 他只是对那些个股有信仰 就是先是买了特斯拉 特斯拉今年三月份崩盘的时候 不是跌到货300 380多还是多少 我记得330好像330附近 现在又拉回到10001000多了吗 1000出头 然后苹果也是涨得不错了 他就买了这两个个股 然后前段时间 那个炒复工预期的时候 航空股不是又暴涨了一段吗 然后他又切回到那个航空股 又是赚了一大笔 所以就是你就会发现 为什么你讲到那个股票的话题 有特别多人喜欢看 因为炒股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就像在疫情期间吧 那个股票账户的涨幅 就是从那些broker的数据来看吧 疫情期间开新户炒股的那些人增长是最多的 就比如说2019年的新的炒股账户开的话 在那个根据broker的数据显示 现在今年2020年新的炒股账户开的数目是2019年的三倍 差不多三倍 所以你就知道今年有多少人憋在家里面试干 就是开个股票账户开始炒股 因为炒股你每天醒来 你都会面对不同的市场 然后呢 你那么多个股票 你要是不是说做这种比较boring的 而是去炒个股或者玩各种各样的短线的话 每天都能折腾折腾从一早上起来六点半能折腾到关盘 然后其实每天也不会觉得boring 因为实在是非常非常have fun的一件事情 所以就是就炒股贝 总有人想来跟你比划比划 然后今年的市场那么好的话 其实有不少人赚了很多钱 你肯定有不少人亏了 那其实今年的走势吧 就是在历史课本上是没有的 如果你拿着历史上的股市 对着对着后面去预测 那基本上都要被打脸 所以前几天我觉得比较好玩 我就把那个一些那个大佬的 在三月份四月份 他们的对今年股市的预测翻出来又看了一遍 就是比较有意思 就是你好像自己有一个时光机器穿梭回去 从未来穿梭回去 看那些人的预测 然后因为你到了现在 你已经知道现在股市怎么走 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去看他们三四月份的预测 那其实今年的股市预测 大部分人都没有对嘛 因为他的走势 并不是按照大部分人的在走 然后从来也没有 就是说有那么短的一个大V就这么走完了 那今年做那个什么技术研究的 基本上也没什么用 然后你研究的特别仔细胆小的 然后等着那个抄底的 好像也没有赚到钱 反而是那种可能新股民 无知无畏嘛 他就是无知 所以然后一进去的话就凭着胆大 他可能今年都赚了不少 所以呢 这个股市是一个 你就是玩一个概率游戏 然后有每天都可能都可以给你不同的surprise 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投资类型 虽然他风险非常高 然后赚钱概率也不高 赚钱概率其实是不高的 就是大概10%的人能赚概率 但是呢100%里面的散户都是乐此不疲的 但是我也知道有人炒股炒的就是说 没有赚到钱还炒的那个能变得很郁闷 所以呢如果你炒了很多年 还是没有从里面找到一个稳定盈利的办法 那其实可能这个投资类型就不是太适合你 那我就是今天就瞎聊的那种 所以录的比较短 如果你有不同的看法 就是你对你自己投资类型有不同的看法 你可以在后面留言 然后你觉得有帮助的话 请帮忙宣传一下我的频道 谢谢大家收听